F&N大概在一页头这样出了新的东西 Sparkling Series 我一看到的时候 是啦嘛 我这个给酒挣过的脑 就有了一些些想法 就想到这个Sparkling Series 好像很适合拿来参与酒咯 就有一些些idea飘过我的脑这样咯 我也是没有试过啦 我觉得应该 应该OK的 应该啦 这个Channel都是有关于酒的东西 我们一起体验不同的喝酒的气 有兴趣的 现在就Subscribe跟看完吧 Let's go Yo 我是阿辉 欢迎收看今天的影片 Channel 今天这些我也是全部没有喝过的 就我试了 我再看看是喝配什么酒 我再试下来Channel 一下 这个一盒有三只口味 我在Shopee买的 因为我一看到它出的时候 它就只有给一个link 就叫Shopee买到 价钱是三只9块9 不包delivery 就是一只大概三块三酱啦 然后7-11也是有卖 可是只是散卖 一只大概三块半还是三块八酱啦 我在Shopee买了过后 我才看到7-11有卖 后悔到 减下灵魂就上升了 你看啊在Shopee买 9块9 不贵 可是如果你加delivery啦 我算它5块钱这样啦 就差不多是13块了哦 就感觉很不值得咯 又贵又要等 在7-11买 贵那几十cent 我又不用等马上就买到了哦 然后你就讲一下 在7-11拿出了面包咯 还有哪一样东西是便宜的 比7-11还贵 代表真的是很贵了咯 我怎样算都好像是亏了这样 买了就买了 不要讲这样子哦 第一个 Apple Bali 苹果义米气泡水 它这边是写 The perfect match of apple and bali that gives you a multi-yip refreshing taste refreshing的口感 OK很容易想象啦 就是有气泡咯 有gas咯 然后有麦味的气泡水 这样不就是没有酒精的 Castburn或者Tiger了咯 isn't it 然后又有 Apple way的麦味的气泡水 那你这样不就是没有酒精的Apple cider了咯 爽鸟这样大一个圈 跑回来是Apple cider OK不要加钱 我还没有喝过 现在就来试一下 麦味我觉得好像没有喝到啦 就我喝到的是苹果气泡水这样咯 就是普通的Apple juice 加气泡 Apple cider咯 不懂可能是我敏感什么啦 我觉得有一点点甜 所以我觉得吼 这个的话拿来加Vodka 应该会很不错 因为我觉得它可以冲淡掉它那个甜度 如果我觉得它其他有味道的酒的话 我觉得那个味道会很乱水啦 感觉会怪怪的 不然咯 我们试下Vodka先 我先加Vodka 让人家的还不错一下啦 至少我觉得它是Blend到的 我可以喝到一开始是有 苹果香气泡感 然后Vodka是在后面一点点 就是有那个酒精的味精在后面 就它不会Overtake 弄到整个很Blend 就好像有苹果没有苹果 苹果味还很strong 气泡感还是很足 然后就会有一点味精 味精在后面 第二个 Espresso 它这边是写 For coffee level 有气的copy of It's not what you expect But everything you want 就是讲 这个东西不是你想象的 可是是你需要的 Well 这样我就可以理解为 它的味道不是copy的copy 然后有咖啡音在里面 这样的感觉 Well 它这边写嘛 Not what you expect But everything you want Do deo 好像转了一个大圈这样哦 Well Let's try 哇 很重copy味哦 它的copy不是那种 你去Starbucks喝的那种copy 它copy是 你去买 面包哦 那种copy的面包啊 Coffy bun啊 I can't understand 它这个 It's not what you expect But it's everything you want 的意思 OK How should I put this It's not what you expect 它其实不是很copy copy copy copy的味道 就好像我闻到前面 刚刚我讲 闻到好像 Coffy 那种 Bun的那种味道 再加气 它是甜有气的copy水 前面会很confused OK 它到底是怎样的一味 又有气泡 然后那个copy 又好像 不是很copy 这样 然后又感觉很creamy的copy 这样哦 它的味道 比我想象中还来得complicated啦 我希望它这个味道是比较单一一点的啦 嗯 这个的话 如果穿wokka 又好像会太淡 我觉得会比较适合rum吧 因为rum的甜味 我觉得会跟它match到啦 试试呗 很想让rum跟coffee的味道 缠在一起啦 嗯 我觉得可以 两个融在一起了 这个espresso的味道没有给奶略掉 我还是taste到有rum的味道 rum的甜味在里面 其实我还挺喜欢它这个sparkling series的气泡啦 它的气泡真是来给勾勾那种 然后它是比较seed的气泡 就喝了会很舒服 满满的气泡 因为可能是有sparkling的关系 我basically我没有感觉到那个bacardi rum 后面的那个美景的 可是你还是taste到那个rum的味道 哦 很舒服哦 最后一个sparkling honey lemon 很standard啦 就是honey lemon 水 加气下去 加gas下去 这个我就觉得很straight forward啦 不像前面的description 有卖味的苹果的意米的嘴 或者是 不是你想象中的 可是是你需要的 这样complicated street forward 这个 honey lemon 油气 OK Clear 试试呗 我个人会比较喜欢这个 一 它不甜 二 它很有 我觉得它很有层次啦 就一开始是会有lemon进来 然后尾 后面那边会有那个蜜糖的味道 味甜味甜那种 在后半段 refresh 但是这个我喜欢 安全牌 拿进来馋 不是问题 可是拿进的话 又感觉有一点无聊啦 大概大概可以想象到它的味道了 我们就来试试威士忌啦 威士忌餐 这个 i don't know 如果不能的话我就换回去 Santori Whisky i don't know remon i don't know natomiast 这个不可以 哇好难惨歪啊 这个不能配威士忌 我希望威士忌 配一点Lemon 这样应该会很不错 然后Lemon的甜 又配买威士忌 那个韦晶后面的甜会的口感 呃 苦了 你喝进去就是冰 苦 那是这样那种 哇 我们还是配韦晶啦 所以我用的是 Wattika 这个应该可以挂啊 没毛病咯 这个就很standard咯 你就可以想象到是 Lemon 蜜糖 配 gin 就算是平时的话 我们是Lemon 配 gin Gin Tonic standard 这个是会有 Gin Tonic Yes 然后 带有一点蜜糖的甜味在后面 总结来讲 不要讲餐了过后啦 餐之前我会比较喜欢 的是Honey Lemon 因为它比较有层次感 就一开始是气泡 然后 Lemon 然后味精 是有点在一点 Honey Honey 这样的味精 第二个 就是 Espresso 我觉得很特别啦 它的那个味道很有力 Matched out honey solution 啦 It's not what you expected but it's all what you want OK 最后一个就是 Apple Buddy The reason being 是我 没有feel到 What's so special about it 可能就是很 Apple Sider 就没有酒精的 Apple Sider 这样的一个味道 Well It's still nice to drink 只是 可能对我来说 是common了一点啦 如果讲餐了过后的话 我个人排名第一 应该是 Espresso 跟 Rum 它们两个blend到 然后又不会 overtake 它们是complementing 它的啦 它的那个味道 然后第二个就是 Apple Buddy 跟 Watka 怎样讲 它我餐了过后 我可以adjust啦 我个人觉得 不会降甜 然后又有酒精 就是等于 Apple Sider 等于 Apple Fox 或者是 Sommer's B的 Apple Sider 就是有酒精的 苹果气泡水 第三个就是 Hummy Lemon 跟 Gene 不是讲我不喜欢啦 可是只是我觉得 它这个味道 就比较普通 最难喝 我也不介意啦 我最不甜的 DON'T DO IT SKIN DON'T DO IT DON'T SKIN DO IT 这样的那种 Lemons Honey Lemon 穿wisky 哈妈的难喝 只有一个口感 苦到领酱 苦到嗨酱 从口苦到尾酱 我喝了 哇 到现在想回 都是有一点要 吐要吐的感觉 超难喝的 今天就到这边啦 有什么好喝的 好玩的 欢迎批评我啦 到最后记得记得 喝酒 刚刚就好 喝多不好 还有 喝酒不驾车 驾车 不喝酒 如果喜欢吃鸡蛋 忘记 现在立刻 马上按下 这边的subscribe button 然后like跟share出去 跟你朋友讲 我们买了试试呗 新口味吗 It's worth of a try 诶 我们下集见 Cheers 其实还有一个 Tequila可以拿来吃鸡蛋 可是我家的 Tequila喝尔网鸟 Well 下次吧 做到看 吃鸡蛋 感谢观看